新闻头条持续带您关心 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最新消息 陈光诚昨天下午离开美国大使馆 在美国诸华大使陪同下前往就医 外界一度传出美中达成协议 同意陈光诚留在中国大陆 与家人一起过不受自扰的生活 不过陈光诚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 表示自己离开美国大使馆 是在他的家人受到严重威胁下 勉强做出的决定 目前最新的发展是 陈光诚已经明确表达 想和家人一起离开中国的医院 有不少民众前往陈光诚 接受治疗的朝阳医院外 表达声援 我想尽快离开 我改革非法关系 陈光诚表示 当我还在美国大使馆时 我没有见到我的家人 不了解他们受威胁等一些事情 当我见到他们后 我改变了留在中国的想法 陈光诚一家遭受威胁的事 西方媒体广泛报道 中美双方下一步该怎么走 各界会用放大镜一一检视 实际上 陈光诚打从一开始 离开大使馆前往朝阳医院 北京警方就在医院大门外 拉上警戒线 阻挡媒体采访及声援民众接近 一个民众高举声援陈光诚的指牌 不到五秒钟时间就被警察抓走 今天还有没有人去朝阳医院声援陈光诚 珍在北京的上海 许多声援陈光诚的民众表示 关注他的人权状况就等于关注中国百姓的未来 新长日记者雄斌 詹雅荣 开放报道